江西男子发现神秘物种 长相如异兽价值上映 专家 食物炼顶及生物 这个价值上映的物种究竟是什么呢 通体全白 鼻子像猪 脚趾却特别像狗 感觉是这些动物的结合体一样 在遗春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接收到了这个奇特的动物以后 没有办法确定这究竟是什么物种 只好送到了江西省遗春市野生动物园 让先养着 没有想到小家伙一点都不挑食 不管饲养员给它肉食还是蔬菜 都能吃得特别香 这个画面经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虽然他们一直在喂养各种野生动物 但是眼前这个小家伙的长相 却让工作人员觉得自己这么多年都白当 讨论半天觉得还是比较像狐狸和欢 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这是什么 最后因为小家伙奇特的长相给它取名为六股像 专家们不停地查阅资料 并且拿着各种动物的照片来跟六股像进行比较 却还是一无所获 由于长相特别 这只六股像越来越火 每天有好多游客慕名而来 看着笼子里来回走动的小家伙 搭了着毛茸茸的尾巴 大家都觉得这个六股像特别可爱 有的游客觉得它是果物 江西男子发现神秘物种 长相如异兽价值上映 这究竟是何物种 有的游客觉得它可能是猫和狐狸杂交的品种 听到这种说法的专家立刻就觉得有道理 难道真的是杂交动物 毕竟众所周知的螺子就是马和驴杂交产生的 也同时拥有了两个动物的长相 于是他们就去找中科院的专家求证 结果被当场否定了 中科院的专家跟他们讲不同物种要进行杂交 没有人工干预是根本不可能有后代出生的 想法没有得到证实的专家们 只好继续查询资料 在这时候 宜春学院研究生物分子学的陆教授 在得知六股像的消息后 提出了滴血认亲的方案 通过对比基因库或许可以知道六股像的真实身份 他的方案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随后他们便对六股像进行了检测 通过毛发和血液样本的对比 发现六股像和大灵猫的相似度为96% 而和果子狸的相似度则高达99% 这个结果让大家都很意外 而动物分类学专家冯作剑先生则说 没有任何一只果子狸身上会有香味 而有着大灵猫之称的射香猫 才会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射香猫为何会出现在江西的一个小农村呢 其实是因为在今年6月份 江西省的村民老吴去山上砍竹子 却在路边的草筒里发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自认为对这儿所有野生动物都耳熟能详的老吴 却发现这只动物他不认识 只好带回家让别人来看看这是什么动物 没有想到大家都不认识 大家都担心这个动物有可能是国家的西游保护动物 便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站 而知道前因后果的专家们却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射香猫主要生活在云南和西藏等低海拔地区 甘肃 四川也遍布的比较多 江西还是第一次出现 江西男子发现神秘物种 长相如异兽价值上映 人们对他的猜测可谓是众说纷纭 也有人说 之前江西也出现过跟六不相相似的动物 是在静安县发现的 也是全身通白了 外形来看六不相十分的阶级 而且这只小家伙的性别和六不相不同 只不过还没有等我们接过来 他就病发身亡了 这个事情说出来则引起了专家们的好奇心 射香猫基本都是棕褐色 为什么我们江西发现的两只都是白的呢 最后经过专家们研究发现 这只射香猫很有可能得了白花病 所以才会通生雪白 并且指出动物也会得白花病 一旦体内缺少了较若氨酸酶的物质 就会使它们的身体黑色素生成减少 为什么一只普通的射香猫能价值上映呢 爱喝咖啡的朋友对猫使咖啡应该有所耳闻 这种咖啡豆的价格非常昂贵 其实是因为这种咖啡豆是通过射香猫进食咖啡樱桃 然后咖啡豆在射香猫的体内染上香气 并且不断发酵才会被排除体外 经过清洗消毒 风干最后进行售卖 射香猫慢慢变成了资本家的摇钱树 而不断生产猫使咖啡也导致了大部分的射香猫 被疾病缠身或者体弱致死 再加上它体内分泌出的猫香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香料能量 有着很高的商业价值和药用价值 好多人就开始大量捕杀射香猫 导致其数量急速减少 甚至濒临裂绝 为了保护它们 我们国家就把射香猫列为了二级保护动物 随意捕杀就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射香猫虽然很值钱 我们也不能随意进行捕杀 应该尽我们自己的努力保护它们